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那最后是一起要 这个是各地来的 是民众党最积极的选民 这重点再来了 所以不背弃现场的大家 不背弃你们 同时又要迎合民意 那释出最大的善意会是什么 其实就还有一点点空间 那现在是不是 如果按照柯文哲民调专家的说法是3比3 那平手啊 接下来怎么办 只能政治解决 民调已经无法解决的时候 政治解决双方怎么谈 还要再谈 但是蓝白河如果再做新民调 至少在时间上 大家都认为恐怕都来不及了 那其实当然朱立伦也说 柯文哲也说 如果朱立伦协商的时候 同意做一份新民调 就不会这样嘛 但问题是你签了嘛 你签的是同意处籍既往的民调 那就是如今的结果 所以柯文哲照办世事大会 不分区 副手人选都保密 那包括了本来 刚刚上集我们也谈到 邀请了郭台铭啊 可是郭台铭并没有现身 也就是说郭柯同台 这种合作的氛围 现在还是有一个保留的状态之下 所以如果蓝白河还是有可能发生 或者反过来蓝白河破局 就会直接宣布了嘛 这个关键就在于 还有好多的因素会决定 接下来不分区副手人名单的发展 那在一个联合报的重磅快评里面 当然是认为蓝白增天下 或增3%还是6什么的 那他认为就像小池里的乌龟斗甲鱼 遍体鳞伤要赢了 终究只是池中物而已 只有让绿营啊 干这几天赖心得笑得好开心啊 眉飞色舞 国民党公布了不分区名单 当然民党也已经公布了 现在就查民众党了 在部分出名单里头 第一名是韩国瑜 第二名是柯智恩 谢龙介上一次在台南的选战 些微差距很有机会翻盘 落败了 苏清泉他的这个验票官司还在进行 都在安全名单之内 但其他之外的非政治名单里头 有AI专家 有NCC前委员 有不孕正医师 那么所以这一次平均年龄47岁的名单里 说是要展现团队的战力 算是彻底摆脱了过去2020年 影响整个选举还蛮重要的千岁名单 年龄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但重点是在这个名单里头的排法 让很多的这个支持者或外界成为笑话的对象 当时吴敦义把自己排在第八名 那后来被骂完之后排到第四名 还记得那个眼泪吗 那当然这个谢龙界是12名调到了15名 就没有入榜 那吴思怀第四名没有变 当时在争议之后 柯文哲当时怎么算的 他说这份名单又老又红 吴思怀也一直批评是军系统派如何如何的 是被抹黑 还是这段时间有没有办法表现专业 但无论如何 现在现任的立委们都已经没有继续留任了 包括曾明中有预兰等等的 所以现在绿营频频出招 所谓抹红 动不动就要抹红 那赖清德说 台湾总统大选不容外来力量的破坏 那甚至蓝白合不合还没有公布呢 这当中说会合 都把这个责任 哇原来是听老共的意见 才能让他们能够有个共识 柯文哲是因为有把柄在这个 老共的手上被公布出来 怕害怕 所以才会妥协等等 当然现在民主党已经去提告了 只要有人再讲 刻意在带这个风向就要提告 但是呢 想想看大家立刻反映出来就是说 过去2020总统大选有什么 王立强变成了王布强 有没有道歉过呢 当时利用过来打了多少 从上到下所有官员嘴巴上讲的 诈有其事 结果人家的向心夫妇 人权又在哪里 那现在搞了半天是弄徐春英 马文君 那你们到底现在讲了半天 都不需要负责任的吗 那这些抹红的言论 还有没有公信力 亮哥 从刚刚柯文哲最新的谈话里头 民众党这场肇事 你们觉得他展现出来的是 这个善意妥协合作的可能性多一点 还是就无论如何准备 也跟支持者交代 必要的时候就战了 对 你最后那句 对 到此时 他就说我还是要拼战到底 因为他跟国民党的条件 还没有最后 如果他要参选 明天就可以登记了 那他今天应该要宣布副手 因为没有副手不能登记 而且今天本来大家认为 郭台铭会来 那郭台铭好像也没有来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 一起举手的画面 本来因为如果要选 你可以讲得更直接 比如说我明天就去登记 或者把副手亮出来 你副手亮出来就结束了 就蓝白就不用谈了 不是吗 所以你看双边 比如说侯友宜 韩国瑜拜托去 当不分区第一名 对不对 据我了解本来韩国瑜也在 想要等蓝白和的情势 比较明朗 所以他事实上也想了一阵子 因为朱立伦绝对不是 昨天才跟他提的 他也想了一阵子 可是后来就觉得 这个莱铭这边要稳住 不管怎样我的意思是说 双方还没有摊牌 以我交谈判的 这个不叫摊牌 这个只是在表达说 我会拼战到底 那即使未来是有蓝白和 我的主体性还是非常强的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为我的理想 拼到最后一刻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要单独参选 事实上应该要讲得更清楚 就只要直接讲 我们明天就一起去登记 之类的 他也不会讲说 要顺应主要的民意 他不会违背 不啦 讲这种抽象的话 一般就不是真的宣布参选 当然啦 宣布参选 你也讲得很直接 他意思是还保留但书 因为主要的民意 大家都是希望合作 对对对 然后因为登记就是要有副手 你现在还没有副手 人选怎么登记 话没有讲死的 那我大概哪一天要登记 你也可以预告 那基本上还没有到这里 不过我觉得今天 那个现场能够容纳4500人 那是很惊人 因为据我了解 那个走道都用站的 因为那个场子能容纳3000人 所以你就知道来的人之踊跃 那本来还有人要在 那个体育馆外面说 要不要搭个电视墙 围一个大圈这样 那后来发现那个地点不好 如果在新庄体育馆也许可以 满家体育馆没有办法 就是非常的热情 这些来的都是民众党 最积极的选民 那你也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有很强的 政党的自我认识 这是事实 所以我才说这个破局 一旦破局了 那对蓝营造成的伤害 一定非常大 因为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这个国民党提了69个区域立委 民众党只提11个 所以有58个区是 没有民众党候选人的 可以合作 那问题就是说民众党的选民 为什么要投给你 那如果蓝白和就是一个 比较理所当然 那如果是分开 那坦白讲就是一定会有一些 一定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挂碍 说实在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尽最后的努力 我觉得柯P 今天这样的表现算是天人交战 那用的词也是恰如其分 因为今天来的人都是希望你 直接单独参选 我相信 真的真的是这样 不敢 中间觉得他委屈 我说实在 他大部分的幕僚也都是这样想 不过我也要提醒柯P 就是说你身边有很多幕僚都是台北人 那这些台北人当然 柯P选市长都是帮过大忙的 可是台北市的选举 真的跟中南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真的要去考虑一下 你去中南部走一走 你没有办法用网路选 我说实在 那你到时候要撑起群众造势的盘 撑起中南部的文宣盘 刚刚李平生就讲 说中南部的选情 现在南部还很冷 你不觉得我们台北已经热闹滚滚了吗 他说南部好像还是刚刚在起温 那你如果单独三选 你要怎么造势 这个很现实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不能只从台北角度开问题 要考虑这整个盘 那要赢胜选 赖清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手 我认为即使和输赢 也是在50万票之内 大概就是2.5%之内 非常激烈的 我今天听一个朋友讲说 他的进总内部 赖清德 他们认为和他们也有胜选的机会 所以他们绝对没有放弃 他们一定是认真打到底的 当然 当然柯P也公开曾经在受访里面讲过 他说他到中南部去的感受 就是选民都告诉他说 我管你们谁赠谁负 你们合作就对了 所以他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现在才继续的保留一个空间 主教卓老师觉得现在还有空间 最后的期限是20号 24号也没几天 看到今天柯P的讲法 在没有听亮哥讲以前 我觉得他已经完全走入 掉入了民进党的圈套 当然听亮哥这样讲 我觉得还可以抱有一点点的希望 为什么我说他掉入民进党的圈套 第一个 他在11月15号的时候 签下了这份文件 上面有没有说是3% 这3%没有 上面说是统计误差 柯P自己第一次讲的时候 10月他讲的时候也是统计误差 然后他现在又不承认这样子的做法 那这很显然就是会伤害他作为一个领袖的这种条件 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条件 就是你答应的事情你会反悔 那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他骂了国民党 说这个要让6% 那这个其实就会得罪了很多国民党的选民 没有国民党选民的支持 柯P单独参选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那我当然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就是说国民党好像要 这个大党要小党让6% 事实上当然今天侯伴 这个国民党都讲了嘛 国民党前面让了三次 开放式初选 日本德国模式或包括政党支持处 这些都让了 因为柯P反对都让了 最后是柯P说误差范围内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是 即使在当天晚上 就是11月17号的晚上 国民党还在让 第一个整份民调里头原来是9份民调 有三份对侯科配有利的 全部民中党都不认账 那么如果国民党的代表 也跟民中党的代表一样说 那你们这些对你们有利的 尤其那个出来民调值特别离谱的 我也不认账 或者你的手机比例有问题这些 那根本双方都不会有任何的共识 怎么会有六份民调的共识 可能一份都没有 是国民党说希望合 所以才有这份六份的民调 我觉得这点大家第一个要搞清楚 即使在11月17号晚上 国民党还在让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跟大家报告 即使根据3% 国民党那天的侯科跟科猴比起来 应该是4比2不是3比3 这一点我要纠正大家 我要报告大家 这个过去说是3比3 其实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看 其中一份汇流新闻网的民调 在那份汇流新闻网的民调 汇流新闻网的民调里头 那一份民众党认为是科匹赢的 是说应该说是科猴配赢的 其实这个已经成为往事了 在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跟看法 因为在内政汇流新闻网的民调里头 侯科是46.1 科猴是48.3 所以侯科是比科猴少了2% 那么按照3%的情况下 那这也算是误差范围 但是因为民众党坚持 他一定要用所谓差距的差距 也就是侯科科猴跟赖销的差距 来做比较 那当天的这另外两位的民调专家 其实都反对用这种做法 但是他还是说这样就表示他赢 所以是所谓的3比3 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认知里头出来 就会有更多民众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大家相互指责 其实结果就不利于未来的合作 一定要先把事实搞清楚 那我们才能够向前推进 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到的是 真的是蛮担心的 因为你看这一路上以来 多少人可能也会受到舆论的一些影响 就是说都是国民党要民众党让 都是大党要小党让 讲得非常难听 这样子吵下去 对于两党的合作有任何帮助吗 对于未来 可皮在上一层楼有任何帮助吗 这非常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事实的本质 回到事实本身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差距的差距本身 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 就是一种尝试所不能理解的做法 我们应该是看两个民调的差距 而不是看民调跟民调之间差距的差距 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要先 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因为大家观众已经上了 第二天的统计学课 但双方的意见 民调数字的计算方法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所以双方现在已经 在下一个阶段了 已经是正式要解决的问题了 江青怎么看 那现在不分区民调里面 还有军系的代表 是之前马英九的大将 对 我认为这个是 这个侯科配这个趋势 总是会有一些波折 总是我们知道 总是弯曲弯曲到最后面 就变成直线 但是按照柯文哲的哲学 按照他的这方面的想法 他当然要利益极大化 如果马上被收编了 那他的价值在哪里 他的利益在哪里 他让他民众党的利益提高 一直提高 提高之后 不是马上就躺好 马上就被收编了 那这是他的一个策略 他的策略 到最后一刹那 到最后一分钟 到最后一天 到最后一分钟 终于弹成了 他这样子来讲 对民众党的这种 政党的这个 这个势力的扩张是最棒 要这个人来看 所以你看柯P 他没有说 没有说这个 这个变成残局 变成撕破脸 没有 他都有保持弹性 整个柯P 你看他的过程 从头到尾 都没有把话说死 没有 他一直保持弹性 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往 这个整合的路上去走 但在整合的路上 不要这个完整合 比早整合好 这完整合 能对民众党走 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 当然大 当然要从这方面去讲 他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一定要在民众党的立场 再这样的话 慢慢就会壮大 一步一步来 柯P是很聪明的人 因为我们看这个不分区 不分区 我们都知道 这个民进党这七年多来 都在比较耗大喜功 但是问题是弊案很多 那弊案要去查 刚好这些人 你看我们这些不分区的 他的立委里面 已经出来了 假如说查弊案 比如说庆副案 131亿 庆副案是坐列雷舰 130亿一条船都没有 130亿的钱到哪里去了 一定是内神通外轨 那现在执政党当家 他不可能去深入的 把这些事情抽丝拨卷 把他调查的水落石出 然后到底是谁 怎么样是内神通外轨 这个等到新的这些委员上来了 就会针对这些来 一一来调查 一一来摊开来 那我们看到海宽浩 潜剑案也是一样 潜剑案马上甩到 马文君泄密案去了 我说他在甩锅 甩锅就是转移焦点 转移焦点之后 其实他里面是不是有弊案 有low钱 因为我们按照跟日本做比较 日本的工资总是比我们高 但是我们做的潜剑 是日本同级2800吨级的潜剑 我们是他的1.8倍的价钱 怎么会那么贵 如果是贵个1.4 1.5倍 已经算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会点到1.8倍 换句话说 在我们台湾做一艘海关号 在日本可以做1.8艘的海关号 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那么贵 里面是不是又在low钱 是不是又会不会变成 庆副案第二 结果庆副案被low到130亿 结果没有下文了 就这样子了 所以整个的新的委员上去之后 将来把这些弊案 一一把它弹出来 尤其是军火 里面是不是有多的弊案 里面是不是有佣金 里面是不是有 以前也许是拉法业这种大弊案 在里面 是不是要查的水落石出 给人民一个交代 刚刚最新的消息是 在柯文哲喊出来说 要用民众党总统候选人身份 选到底之后 国民党也回应 会持续进行最后的协商 也就是也都没有放弃 好